第五層級的戰略傳奇活動 這些都是卡拉蘭的 第五層就是這五個人 如果你們有看過第四層的影片,其實不麻煩一樣 471的速度,生命11萬多,攻擊力12000多 第五層級,我建議你們先打第四、第五、第六層 因為無謂浪費了傳奇卷,如果調落率那麼低 然後西斯士兵,264速度 216%的攻擊力,7400的攻擊力 數值算偏低,以這角色來說 第一層級是298,其實我都沒有動過 301,克思將軍 另外法師馬是270 現在試試打 大家看到,其實跟第四層級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敵人會略為強一點,又會快一點 先是Rae動 然後又是麻煩了Bin 然後又是把 回合條 送一個額外回合給 屬邊尼德卡羅蘭 那就麻煩了Po 然後又是給屬邊尼德卡羅蘭 Tm 這個回合條 然後又出發為記 這件應該是扔不死的 然後 法師馬 給大家 然後又是這個範圍的一下炸下去 然後 這裡又是特別一點 又是選Rae去壓制火力 Rae已經死夠了 現在就亂打 可以了 大家要留意到 就多了一個活動的專用力技 第六層級才要用的 我猜這個層級是不需要用的 然後 給Rae 再回合 給屬邊尼德卡羅蘭 那 一下子就貴死的 應該要 絕對沒有難度 那 第六層級才是生性挑戰 那 我就未夠捐 那 我已經試了打了一次過度版 那 我夠捐的時候 我會再拍一條影片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 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